早餐想要省时又想吃的有营养 最好的方法就是利用空间时间做好备餐 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 教你们用一种面团解锁多款面包 每一款都非常好吃 食材配方就是评不上这些 如果想要少量比例 但是又不会计算的话 可以评论区或者私信给我留言 面团揉至表面光滑以后 我们加入食盐和软化好的黄油 大概再揉十多分钟 能拉出像这样的手套膜就OK了 揉好的面团我们需要盖上保鲜膜 发酵至两倍大 等待的时间我们来准备一下其他食材 碗中打入六克鸡蛋 放入少许的海盐黑胡椒调味 用这个量我们需要做三条厚蛋烧 再切六块午餐肉 将它煎至两面金黄 分别准备多份以后放两倍用 发酵好的面团按压排气以后 需要分成三份 先取300克的量来做一个大头吐司 这个吐司我用的是水果条母具 造型是我儿子比较喜欢的 接下来我们来做大家都比较喜欢的长仔包 这个就更简单了 只需要将面团搓匀 放入模具中发酵就可以了 第三款 是我们家孩子都比较喜欢的 午餐肉厚蛋烧面包 取400克面团 擀成薄面后 分成六份 面上放上一块厚蛋烧 加一块午餐肉 再用面包将它们包起 收口收紧 这个面包的组合真的巨好吃 你们一定要去试一试 整形好的面包 先送入烤箱发酵至两倍大 发酵好的面包 我们先将它取出 长仔包里面放上一颗香肠 表面刷上鸡蛋液 面上再挤上沙拉酱和番茄酱 这款面包 表面也需要刷上全蛋液 撒些黑芝麻做装饰 烤箱上火160度 下火170度 烘烤15到20分钟 考虑到每台烤箱的烘烤情况不一样 你们最好按照自己烤箱的情况 来调节温度和时间 如果又不太清楚的 也可以私下来跟我交流 今天我还烤了一些可颂和手撕面包 如果你们也比较喜欢的话 可以评论区告诉我 后期再来分享给你们 大头吐司发酵至这个程度 就可以送入烤箱烘烤了 烤箱需要提前预热 用180度 烘烤20分钟 今天分享的这几款面包 你们尽管放心去做 家里有小朋友的 一定会非常喜欢 有不明白的 也可以评论区 或者私信给我留言 那么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可以关注 我是曼曼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